继续鲁蜜 继续约定,维特塞尔将在8月5日归队,多特蒙德意愿最强烈刚刚过去的世界杯,维特塞尔所在的比利时国家队取得了季军,求对于他的表现,都相当出色,维特塞尔成为天津全界,乃至中超的骄傲,维特塞尔如今正在希腊与佳人一起旅游,全界主帅保罗索萨希望,他以一个最好的身体和心理状态,回归到联赛和亚冠。 他淘汰赛中,于是给他放了为期三周的假期,在这期间,先后有外媒报道,雷特塞尔收到来自多特蒙德和巴黎圣志尔曼俱乐部的报价,希望求购证明比利时现业国脚,目前德国比利时和法国媒体的口径相对一致,多特蒙德相应入他第一任最为强烈。 巴黎圣志尔曼次之,德国豪门去年通过出售登贝拉和奥巴梅扬,积累了至少两亿欧元的资本。 夏季多特蒙德卖掉了后腰梅里诺和卡斯特罗,但军引进了不外媒的丹麦中厂德拉尼。 夏季和S罗德也收到不少报价,多特蒙德一挽留,扣腰位置仍然需要填补人选。 报道此事的,欧洲媒体都确认了违约金的条款,2000万欧元,这个代价对于世界杯继军的主力扣腰来说,实在是过于廉价。 韦特赛尔字,也有离开的意愿,早在世界杯前的五月,他就在比利时媒体最新消息的专访中表示,自己很可能离开中国,再回到欧洲。 在这份专访中,韦特赛尔分享了自己在中国的生活,承认自己在中国扩得并不轻松。 新闻报道指出,因为韦特赛尔合同里的违约金条款,多特蒙德对交易信心十足。 最近几天,多特蒙德的代表,已经与韦特赛尔的经纪团队完成了接触,谈判一直在进行中。 薪资方面,韦特赛尔能在德国拿到税前1000到1200万欧元的年薪,税后大约是五六百万欧元,几乎只有他在中超年薪的一半。 但是,相比金钱,韦特赛尔更看重自己在国家队的前途,以及回到更熟悉的欧洲生活方式。 家庭是韦特赛尔考虑的一个重点。 韦特赛尔的妻子拉法埃拉和女儿在天津已经生活了一年半,但他们显然更适应欧洲的生活。 之前韦特赛尔从圣里德堡来到天津,得到了妻子的支持。 多特蒙的距离韦特赛尔的家乡列日只有200公里,但天津距离列日有8000公里。 除了多特蒙德,阿里也对韦特赛尔表达了兴趣。 当然,阿里首选的目标是切尔西的坎特。 然而,因为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现,阿里占下坎特的难度也在增加。 作为第二抗选人的韦特赛尔,巴里也绝不会放弃。 阿里因为受到财政公平法案制约,今夏姆巴佩的1.35亿欧元转会会生效。 B,去首先卖掉秋元,才能购买新人。 阿里已经卖掉了帕斯托雷、贝尔齐切、爱德华、伊克耐克克日或维亚克,加上很可能离开的拉底奥,已经为引入维特赛尔提供了资金空间。 全界给维特赛尔加薪在中超转会窗口已经关闭的今天,全界已经无法通过新的人员引进来弥补维特赛尔一旦离开的缺陷。 因此,俱乐部绝不想放走他,肯定会全力挽留。 对于全界来说,维特赛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 全界领队李伟峰在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维特赛尔能够代表全界去打世界杯,是全界的骄傲,是天津的骄傲,也是中超的骄傲。 他对于全界目前的作用非常重要,我们也不会主动寻求他的替代者。 维特赛尔与全界的合约要到2019年12月31日到期,如果欧洲俱乐部非要购买维特赛尔,就必须支付转会费。 据记者了解,全界和维特赛尔之间的合同,确实存在为约金条款,价格是2000万欧元。 有了之前保利尼奥转回巴萨的案例之后,不少人担心维特赛尔,遭到欧洲豪门的强行挖角。 毕竟2000万欧元对于这些俱乐部来说,并不算什么大投资,对于维特赛尔来说,困扰他的是薪资问题。 他曾向俱乐部要求过涨薪,但为了不打破队内的工资平衡,这件事情并没有得到俱乐部的认可。 这一次,为了留住维特赛尔,俱乐部为他开出了一份高薪合同,而且还做出让步,让他在中超级完这个赛季,在逃避留不留的事情。 俱乐部和维特赛尔之间的沟通比较顺利,维特赛尔做出了积极回应。 按照目前的进展情况,维特赛尔将在8月5日,结束自己的假期踏上返程,6日将参加全剑的训练。